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4日 今天我們走這條比較特別的路線 就是貓空山 我們是走這個雞空山 因為雞空山的路是貓仔石 所以應該是雞空山 現在我們在這裏是十二佛川 我們由這裏走上去 稍後再介紹一下我們的路線 我們的起步位置在十二佛川 然後走衛奕順敬第五段 經過貓仔石 然後去雞空山 接駁回去麥理浩敬第五段 走到回歸亭之後 我們轉去獅雄古道 經過望夫石 然後去紅梅谷燒烤場 為我們的終點 這條路線會經過兩大騎石 就是貓仔石和望夫石 這條路線的景色非常壯麗 因為我們會經過幾個山谷 和走一條古道 而且那條路線非常容易走 暑飲指數百分之九十 全程是五點九公里 所需時間是三個小時 難度是一星 這麼好走的路線時不宜次 跟我來吧 我們先去發狀址 怎樣來到發狀址呢 我們可以在黃大仙地鐵站 搭18號M的小巴 去沙田澳道見到發狀址 叫下車 然後跟著這條沙田澳道 一路走上去 然後就會見到觀音佛堂的紫竹亭 然後見到這條樓梯 走這條樓梯走上去的話 就是一條捷徑 這條捷徑就會接駁到獅子亭 走過去獅子亭的對面馬路 就是十二佛村的入口 見到十二佛村的入口 就有左右兩條路 我們記住是走左邊那條路進去 現在我們在位翼順徑 我們就是一路向這個方向 走 在位翼順徑走到這個位置 就是分叉路 左邊上去就是別人的村 我們就走右邊這條路進去 然後走到五十米左右 又有一條分叉路 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路牌寫著是位翼順徑 於是我們就是走右邊這條路 走到前大概二百米左右 就有一條分叉路 上樓梯那裡就不對了 我們就跟著一條大路走 這裡的路是有很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跡 這些山洞 其實沿途也有很多 說說今天的天氣 今天是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所以這條路應該沒什麼人走 現在的天氣 我想是二十五六度左右 非常之清涼 現在都要踏入秋季 也是行山的好日子 就算可以接受一些 比較沒那麼多樹蔭 又或者長一點的路線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應付到的 走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這條路就會來到這個分叉口 有轉下去 以及有左手邊的這條路 我們是要走左手邊的這條路 因為我們從這條路上去雞胸山 這條路上去 雞胸山這一段 其實也不難走 它一吸一吸都相當清晰 只不過它不是鋪得很漂亮的石級 斜度大概二十多三十度左右 我們就必須留意在右手邊的這塊石 這塊石的路走上去 其實就是觀貓台 貓仔石在這裡 哇 幾大隻貓仔 幾大隻貓仔 看一下 這個 看不看得像一隻貓一樣 這裡 就是一隻貓 三分形象 七分想像 在這裡打完卡拍完照之後 這裡就是有一條路這樣下去 小心點慢慢下去就可以了 走回來 我們就跟回山路一路走 走 這個位置看得不錯 對 這裡看得不錯 對 這裡看得不錯 對 這裡看得不錯 這裡更大 對 這裡的貓仔更大 等一下你走過去 就一點也不像 這個位置 招財貓 走上一點點 有一個落沙的位置 其實這條路 基本上就是落去貓仔石那裡 不過我們就不落了 落去沒什麼意思 你落到去也不會像那隻貓 越近越 對 越近越不像 所以我們不落了 來到這裡 嘩 一個很開揚的位置 看不看到頭 貓仔的頭 對 貓仔的頭 那裡 那裡也有夠大石 對 這裡又是看下去水泉澳村 看不看到遠處入馬場 對 你看不看到 好像有個棚的位置 對 那個是馬場 那裡是九套山 然後這邊 看回來了 這個直望 這個就是 北架山的民航駐監測站 後面那個就是大老山 好了 我們繼續 去我們的 雞胸山 這裏也不能走 這條路很清楚 迷路指數也是零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一路走的這條路 都是很平衡的 它那個傾斜的角度 是十幾二十個巴仙的 所以是相當的容易走 你一路拍著這條山景給大家看 都沒什麼難度 現在我們身處的位置 在地圖那裡說 就叫做黃觀角 就是這裏 對 406米 黃觀角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 但是周圍好像 沒什麼特別 對 不要緊 我們繼續走 圖是這樣說的 這裏叫黃觀角 秋高氣爽 心抗神的 又見到這隻 這隻有毒的 小心點 有毒的嗎 對 這隻有毒的 很有趣 我們一路只有三粒 一路走都不見到有毒的山館欄 現在輕微又要下山了 下一點 又走上一點 很少 走上一點 說過很多次 行山的事情 就是有上有落 又很沉氣地說 有如人生的經歷 人生的命運 都會有高有低 有上有落 我們只要是放開胸懷 平常心 我經常都掛著這八個字 就在口中 就是人生是無常 識福隨緣 如果當大家可以參透這八個字的真係 做人 就是很樂觀 很開心 富有正能量 有空 跟著 Professor Lee 去一下 我帶他給大家的一些 power sport 是不是 令到大家 就是把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把一些心裏面的鬱結去消除 充滿正能量 我們感恩 我們還有氣有力 可以向大自然吸取正能量 所以其他的一切 我們都可以識福隨的 最重要的就是身體健康 其他的鎖室 其他的鎖室 都應該很用平常心地處於胎懷 好 又來到一個 比較平坦的位置 現在我們一路向上走 踩上這個蝦天山 哇 這裏挺有趣的 這裏有一個石 有一棵樹 這棵樹似乎是剛剛 真正起的 這麼小棵 不幼 在這裏看清楚很多 這個就是飛鶴山 這個就是北架山 那個就是大老山 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兩間屋是甚麼 等我找完Google之後 是呀 這兩間 是呀 那是甚麼來的呢 這裏應該都是最後一段 我們去到雞胸山的路段 看看 沒有啊 沒有啊 這裏沒有那支標 但這裏只寫雞胸山 指著 我們已經到了437公里 43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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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公里的雞胸山 好 我們又跟著 這條路 就下山了 這裏應該是雞胸山 這裏應該沒有支標 這裏應該沒有支標 這裏就是下山 是 這裏 這裏 就是告訴你 怎樣落 怎樣落 這裏應該在這裏 他應該中間中支標 他又沒有 對 現在我們來到雞胸山 應該是他的山頂 437米高 這裏沒有支標 所以都叫做到此一遊 這裏有石頭 一路有箭咀 這裏一路有箭咀 沒錯 箭咀指尼這條路 就是下山的路線 我們現在就在這裏慢慢下山 這條路下山也是很容易下山的 好了 我們就在雞胸山 就從這條路走下來 走到下來 其實就是接駁麥里浩徑第五段 下來之後就是轉右的 我們就會走回去回歸亭那邊 獅子山那邊 回歸亭那邊 麥里浩徑的第五段 都是很多戰士遺跡 這些是marker stone 不過大家都不太明白 因為我們沒有地圖的密碼 所以就不太知道這些marker stone 說什麼 好 現在這條熟口熟面 又平坦又漂亮 做得到的就是麥里浩徑第五段 這裏有一個marker stone 沿途見到這個便業樹芯 原來它是藥材 是外用的風濕和創傷用的 來到這裏 有一個熟口熟面的牌 剛剛我們就在沙田坳那邊走過來 如果在這條樓梯走下去 我們走回去沙田坳村 筆架山和獅子山的方向 一路向前走 我們現在基本上向獅子山方向走 好 繼續走 這條麥里浩徑第五段 真是一條四通八達的路線 基本上它就是圍著獅子山腳 令到一些初級的朋友 都可以找一條容易的路線 走上獅子山 如果要上獅子山的話 一會兒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由麥里浩徑第五段 怎樣上獅子山是最容易的 初級的 不像我上一條影片 上獅子山的路線 就是一個兩星至三星的路線 如果走麥里浩徑第五段 上獅子山的話 就是初級的路線 這個位置很開洋 今天又涼 又清爽 真的沒什麼汗出 你有出汗嗎 我真是少 也少少 你看我又不用帶頭巾 又不用帶頸巾 就知道我不是很熱 這裡有一張小椅 坐在這裡 真棒 我們又在這裡坐 這裡有個山谷 好漂亮 其實我們現在在獅子山的腳下 好舒服 我們休息了兩分鐘之後 就趕快要起程 因為現在秋天 日落時間是5時50分 我們還有下一個景點 望膚石 我們希望在收熱前可以去到 又一個標籤 好 又來到這個十字路口 如果想上去獅子山的話 就是這條石級這樣上 這樣可以上到獅子山 這一條就是最容易最容易 我們由麥理好景第五段 上獅子山的路徑 我們今天不上獅子山了 剛剛我們在沙田咬那邊過來 上獅子山其實很快 15分鐘就上獅子山頂了 我們就向北架山的方向走 不過我們又不是下北架山的 不過我們的方向是去北架山 因為我們一會兒 最後我們是會走獅雄古道 在獅雄古道 經過望膚石 就是落回去紅梅谷燒烤場 就完成我們今天的路線 第一路走的麥理好景 第五段都是很平 很容易走的路 好來到這裏 記住是靠左下山 就不要上了 都不要走最左那條 我走中間這條 現在我們就開始下山了 下山這條路風景真的特別漂亮 來到這裏 看到這裏的機槍堡 你看看 這裏機槍堡的殘跡 聯想到什麼呢 聯想到機槍堡 其實是日軍入侵香港的時候 這裏是曾經守軍預防的據點 在1930年代的時候 已經做出來了 好來到這裏 又是四都八達的日子 如果要上獅子山頂 在這裏上都只有半個小時 畢甲山就這邊去了 我們就是 這裏有個風雨亭 我們當然是在這個風雨亭那裏 去了 又是來到這個回歸亭的 回旋處位置 好我們現在就是尊遊 這裏看著都寫了 去乾隆古道和去望夫石 就是由這裏轉過去的 在第一條最左手邊 下山的路 其實就是乾隆古道 現在見到這個馬克棟 我們今天就不走乾隆古道 我們就直去走絲雄古道 又有小猴子 我們向前走 就是去望夫石 有五位多古靈青怪的聲音 又有豬 又有猴子 又有猴子 好像在這裏打架的聲音 鬼道的聲音都很可怕 其實剛剛我們走的時候 有一隻超級大的野豬 攔住了條路 所以我們都停一停 不過我又拍不到它 所以現在我們都急急要走了 終於到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角度 看過去望夫石 就是最神奇的了 我們剛剛看到望夫石的石 然後再走這條路的話 五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到 望夫石的大石那裡 好了 可以走出去 就看了 這個九龍半島的美景 現在已經5點50分了 就看看可不可以看到日落 到達望夫石的大石了 又是要走進來 這個閘口 這個閘口 在這個角度看都很像 今天沒有人 在這一個角度看也要在那裡 是有很多角度看 或是有很多角度看 我們就在這一個角度看 我們現在有幾個角度看 就算是有很多角度看 想要入獄 我們有很多角度看 好,我們要跟望夫石說再見了 要走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六點鐘 開始天色暗了 我們出來之後 向左一路下山的方向 只有一條直路 完全毫無難度地 可以回到飲水道 然後再到紅梅谷燒烤牆 就完成今天的旅程 現在已經很暗了 這條獅雄古道 比較容易走過乾隆古道 因為獅雄古道全部是石級 乾隆古道沒有那麼多石級 不過乾隆古道的景色更漂亮 乾隆古道有些古風 大家可以看我乾隆古道的影片 很有古風 還有很多巨石林 獅雄古道簡單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好,蟹就這樣一吸吸石吸 大概六點半鐘 我們就出來這個 紅梅谷燒烤牆的牌坊 今天我們走了五點九公里 總共走了一萬四千步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請大家like share and comment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那你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秋天最適宜就是去郊遊 大家跟我一起去玩 拜拜